野外生存训练 老爸 这是什么地方 好有气氛 这就是大自然 乖宝贝 今天是你人生中的重要一课 尿许会在大自然里凭着自己的力量寻找食物 顽强的生存下去 人呢 小乔不要跑 你给我安静点 老爸 再炒我们都快成野兽的食物了 老爸 你快看 好可以的蟑螂 长得好有喜悦 那不是蟑螂 那是天牛 在大自然里 你一定要学会分辨各种生物 尤其是在寻找食物时 如果吃错了东西 你就会死焦焦了 老爸原来是现学现卖 真不可靠 谁说的 你老爸本来就是野外生存的专家 我马上就找吃的给你看 我就是他了 乖宝贝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越是美丽的食物 越有毒 所以这种蘑菇是要绝对怕死掉的 乖宝贝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食物了 这个真的能吃吗 好丑 百分之二百五的能吃 越是剁了吧唧的东西 越是精华 不要以貌取人 放在锅里一煮就看不出来了 哇 香喷喷的 那当然了 把整搜野蛮营养吃回去 老爸注意点 偷水掉锅里了 哪有 哪有 果然有水 原来是下雨了 快找地方躲吧 儿子 老爸 别丢下我 老爸 这边 别忘了我们的蘑菇汤 对啊 我的宝贝蘑菇 老爸 哎呀 臭死我了 哎呀 儿子 我来了 好险好险好险 咱们的野餐差点泡汤了 有股奇怪的味儿 老爸你闻到了吗 有地方躲雨就不错了 臭小菜挑三拣四的 好险 洞里好像有东西啊 啊 是野兽啊 野兽 让我歇会儿吧 没吃到东西还差点被吃了 别给儿子消化了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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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 幸好保住了蘑菇 终于可以吃饭了 这个能吃吗 再用火烧烧吧 火宅都淋湿了 烧不起来了 哎呦 老爸 还号称是野外生存的专家呢 冷的也可以吃 不信 我吃给你看 老爸 吃了蘑菇也能乐成这样 大孝姑不能冷吃 老爸还是这么让人操心 慢慢消瓶叶着